TWISE 盘点 更立体全方面的看TWISE,成员们对方眼中的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个组合要走到一起可真的不容易,能够成为TWISE靠的也是缘分,成员们不仅有好看的皮囊有趣的灵魂,还都有一颗拥有好品质的友爱的心啊! 如果能从其他成员的角度看对方,可能能够了解更立体的TWISE,杂志采访里也经常有让TWISE了解到对方眼中的自己的Part,那一起来看看布瓦斯是怎么用自己的魅力来吸引到那么多的粉丝们吧! 关于骂脸 是队里的欧妮,但是感觉还是有点芒美,可爱的兔牙长相总是让人有一种很甜美的感觉 芒娜这么形容他眼里的兔牙的,在韩国的时候会被说是虽然年龄最大,但实际上最幼稚KKK 但是虽然是这样,到了一定要打起精神的时候或者全员集合认真说话的时候,又会拿出欧妮的风范 其余的时间里自动还是切换成芒美的模式,因为性格里还是有撒娇的成分呢! 来自,V1-2017,12月号 平时是小可爱,但一到关键时刻能称起作为欧妮该有的业务能力,这是我们纳脸呀! 关于定言 关于定言 表面是个酷女孩,但是私底下却是个像妈妈一样的角色,各种各样比如洗衣服打扫这些家务都会做 这件事在纳脸说得得到证实,因为定言很喜欢干净,所以擅长整理,虽然自己说自己是酷女孩,但是其实很女性化的 而且是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MOMO和定言是室友,有好几次被目睹定言甚至把MOMO的衣服也一起帮忙洗了 来自V2-2018,1月刊 和外表不同,在生活里是很好照顾到大家的定位,真的很讨人喜欢 关于MOMO 作为舞蛋,她好似有种反插萌的开关,台下很乖巧,台上舞力全开让人眼睛都离不开她,这就是MOMO 甚至海英这么形容MOMO这样的,平时真的很温柔很搞笑,也有点傻乎乎的 但是跳舞的时候会因为觉得气场变得强大所以难以接近,因为是这样所以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话一定会喜欢MOMO MOMO 紫瑜也是想和MOMO O妮将换身体和心灵,因为她在舞台上的时候真的很酷,来自Cosmopolitan MOMO 毕竟我们执女展MOMO 还是西澈的理想型呢,HH,这种仿插的霸气换水都很难不被吸引啊 关于Sarner 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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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可不是空口号,为什么离不开小沙,因为她对ONE'S好,宠犯这可很出名都是上过海浪热贴滴 MOMO 在Twice 3等Attack粉丝见面会的Sarner的辩调贴提问环节上,特地合在台下大喊和我拍照的粉丝合影,是真的温柔和充分啊 和Zarna一样都是来自日本的Momo酱是这么评价 他的Zarna酱总之就是很开朗 会突然笑出来再把欢笑传染给其他成员们 然后就变成大家都笑个不停 来自Momo9月号 这么可爱的人怎么叫人不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关于致孝 作为队长 致孝要肩负的总是会比较多的 十年的练习生生涯也带来挺多的影响 成员们都是这么形容他的 那脸 作为队长他真的很努力 收集我们的意见 有很强的责任心 大家都很以来致孝 很有亲和力 很吸引人的女孩儿 作为外国人的子余也这么说 有时候公司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我不能完全看懂理解 致孝姐姐也会把这些整理起来让我更容易理解 我一直很感谢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队长 来自VV2018年4月号 翻译嫖致孝吧 Gill Bar 在自己的职位上 简直尽责尽心 对队员也很温柔 是世界上最好的主唱小队 没错了